在魔神和盖塔系列作品播出的时候 出现过了很多联动剧场版 这次我们讲的是古连泰沙对大魔神 本来我是讲完全部TV 再讲后面的剧场版 不过有粉丝觉得按播放时间顺序讲 比较好 那么就按播放顺序讲 这个剧场版是在R5级之后 R6级之前 不过到底算不算在主世界里 就不太清楚了 因为库罗基地附近有一个未知的信号靠近 而且降落方式过于粗暴 这次登场的干部是 贝加亲卫队的巴连特斯亲卫队长 他受到贝加大王的命令 来消灭古连泰沙 并告诉卡达尔和布拉奇 如果他成功了 他们就会被解雇 并且还会被扔进棺材里 送到宇宙中漂流 这张嘴炮嘲讽拉满 刺者研究所发现了敌人的飞船 博士提醒兜甲不要单独行动 要先联络大戒 已经兜甲是有前科的 巴连特斯的飞碟 已经来到了日本城市上空 出动了大量的小飞碟进行空袭 大戒和木叶光来到梦场附近的森林散步 对于一直和贝加联合军战斗的大戒 这是难得的休息 大戒非常喜欢地球 为了让地球不重蹈福利特星的命运 已经要战胜贝加联合军 兜甲得知大戒和木叶光去散步 自己驾驶TFO出击赶到城市 虽然消灭了大量的飞碟 不过敌人派出了远海兽晶晶晶 晶晶的手臂像钩子一样抓住了TFO 兜甲再次成了辅路 虽然研究所终于联络上了大戒 不过此时兜甲已经被抓到飞碟内部 可怜的TFO直接被搞成废铁 阿联特斯要求兜甲交出古人泰沙的情报 不过看到兜甲不配合 只能把兜甲弄晕 用特殊的仪器来获取情报 本来是想要获得古人泰沙的情报 却意外地从兜甲口中 得知了魔人贼和地狱博士的战斗 以及后续的大魔神和麦西尼 先到魔人贼和大魔神存放在机器人博物馆里 阿联特斯启动飞碟准备去博物馆 这个时候大戒也开始出动古人泰沙 博物馆这边现在是人们打卡的地方 阿联特斯入侵了这里 并呈上了大魔神 这时古人泰沙也赶了过来 阿联特斯立刻出动了晶晶 晶晶的腹部还有炮击的武器 大魔神也开始攻击古人泰沙 大戒主动进入地面战 开始和大魔神进战 因为二打一 古人泰沙落入下风 不过还好反中力光线灭掉了晶晶 此时的兜甲已经醒来 成功解决掉了守卫后 挣脱了控制 大戒这边大魔神虽然站了上方 不过久攻不下 又派出了一个圆盘兽 这个叫古比古比 古比古比可以扔出飞盘 自身可以旋转攻击 机器人形态腿部的触角也可以攻击 都想着这边在敌人飞碟内部搞破坏 可惜被敌人发现一路逃跑 意外经过了一个通道 闯进了敌人的指挥室 将坊间内所有的士兵消灭后 通过飞碟的通讯装置 终于联络上了大戒 并把大魔神的弱点告诉了他 真不知道此时养伤的铁业 是什么心情 古莲泰沙成功命中了大魔神的弱点 巴连斯特此时已经无法操作大魔神 只能暂时撤退 斗甲也趁乱逃出了飞碟 开始驾驶大魔神 使用旋转飞拳干掉了古比古比 因为刚刚斗甲在飞碟内部的破坏 现在飞碟已经不能将高度提升 只能当一个活靶子 让古莲泰沙和大魔神共击 此时最后一个远盘兽也终于出现 叫可呀可呀好了 可以释放火焰攻击 最后被古莲泰沙的反重力光线抵消掉能量后 可呀可呀和巴连特斯一起毁灭 这次布拉奇队长全程打酱油啊 不用被解雇 真是太好了